最近有遇到一個 我們在生活上遇到一個一個狀況 就是說 哪一天是跟同事 然後 怎麼會有第二個狀況 總得三個人 如果有有同事的話 有另外一個同事 這個同事 他手上提到一隻蚊子 背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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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對面的這個同事 他就看到他就過來要拍 然後他過來要拍的時候 我這邊離這個同事很近 我就怕他想辦法擋掉 然後 反正後來沒有 主持到他過來打那隻蚊子 那隻蚊子還是被排掉 然後後來再想說 之前有五戒嘛 其中一個是不殺生戒 那我這樣去阻止 然後他還是 他還是死掉了 這樣會違反到 不殺生戒嗎 對啊你沒有殺 殺生又不是你的 你到底是說誰有沒有違反到 搞不清楚 是被釘的有沒有違反到 還是把他拍死的有沒有違反到 還是你去阻止的有沒有違反到 就是我在旁邊看啊 然後沒有阻止啊 就是沒有成功的阻止啊 對啊那你都要約幫嘛 你哪有違反到殺生 對啊 這個想不透嗎 想太多的就會想不透 對不對 這個就很簡單啊 你想救他沒救成 而且不是你要殺他啊 那你哪有殺生啊 那這樣我們全世界的人 全世界的出家人 世宿的不殺蚊子 都殺生的啊 因為我們很想救全世界的蚊子 可是現在每天的蚊子在被殺 我有沒有犯殺生 你不是這個問題嗎 對不對 所以修行有時候要純直一點 純直一點就是說 有時候不需要想那麼多的 你不要想自己製造困難 這個只能說你的善巧方便 夠不夠而已 不能說你有沒有殺生 你沒有殺生就沒這個問題 可是你要救他沒救成 也許是你的善巧方便不夠 就這樣 或講直接的你能力不夠 所以你沒救成他 或你沒救成他 那不代表你殺他 懂嗎 所以那 這就是說我們持戒啊 以不殺生戒來講 是不是平常不用 怎麼講 這不殺生戒也沒有所謂說 今天好 我決定要去持一個什麼不殺生戒 但是好像也沒什麼 也不會特別遇到什麼 什麼重生來 要表現被我踩到什麼之類的 就是我好像沒有說 這個不能這樣講啦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是因人而異啊 有的人還真有這個機會 我是個屠夫 我天天在殺你我殺豬 這是我每天必做的工作 那對他來講 可不可能有時候突然明白一些道理說 好我決定要持不殺生戒 有沒有 他每天就是要殺 所以他他有沒有這個特別要提起這個禁 來 宣示一下 對不對 對天發誓發願說 佛博夫薩我從今天起我要告訴你 我要持不殺生戒 有沒有可能 他的這樣的行為很自然 對不對 那你剛剛講的是 那如果我沒有這樣 我沒有 好像平日就沒有什麼在殺生 我需不需要再來照告訴佛博夫薩 我從今天起要持不殺生戒 那你这么做 有错吗 也没错 所以这个就又想太多 你任何一个人 你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激励自己 达到那个对的事情都对 你不要去在那分别 或比较 要促使达到 那个对的事情 前面这个促使的类别 这类别因人而异 只要能促成就好了 都对啊 懂意思吗 一个学佛的人开始进入佛门 然后学习 学习到最后他有一天对 我应该要来持五戒 持五戒其中一个教授不是杀生吗 那他那英里讲话他 你干嘛要突然啊 你要持五戒 你就自自然敢持五戒就好了 那个人的机缘就必须要 来一下新的你去 我要持五戒了 宣示一下 然后他对这个自己的生命可以交代 他终于就愿意持五戒了 他有的人没有这么一个动作 他是松松散散的 你跟他讲自然就好 他永远很自然的杀生嘛 他永远不可能很自然的不杀生嘛 懂意思吗 所以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 都可以都好 对 基于我们常常会鼓励 他只能讲说 你不要老是我要怎样了 你都不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从今天起要怎样了 你天天都不怎么样 就最怕这一种 对啊 这种叫做说大话 就可以明白吗 有费心 好